本節目由想換機贊助播出 零首富 零押金 年年換新機 就上想換機 大家好我是樓斌 受教於當年手機廠商的科技以幻科為本 大眾用戶對新品的理解 通常都會著眼於外觀的改變 而蘋果老師反手就是一巴掌 教育大家 一個外觀也是可以用個三五年的 你將手機iPod 電腦一視同仁 愛買不買 今年蘋果發布了iPhone XR、XS、XS Max三款手機 還錄空全方位競技市場 雖然蘋果對入門產品的認知和國產廠商對旗艦產品的認知 屬於一個價位水平 但是 用戶卻仍然願意掏錢買單 不為別的 為iOS和品牌 受限於節目篇幅 這期猜測我們重點講iPhone XS Max 為了後面方便表達 我就自作主張 簡稱為XSM 小朋友請在家長的陪同下觀看此片 今年XSM的機身一共有三種顏色 黑白金 很難得 這次的金色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評 我個人也很喜歡 原因總結起來 其實就是一點 沒有當年的土豪金那麼土豪 畢竟大部分群眾都是中下階級 內臉中透露一絲B網 才是我們的主色調 與此同時 遺憾的告訴大家 今年的黑色和金色 仍然使用了PVD 沉積工藝 意味著日常使用磨損掉漆的現象 還是比較嚴重 這一次的中框 仍然使用貴重的不鏽鋼 相比較7000系的鋁合金 堅固多了 蘋果這麼煞費苦心 也是為了最大限度的保護這塊 焦貴的全面屏 對於那些經常手抖的朋友 即便蘋果用上緩衝性能極好的 獲得鋼 也不好使 我們XYZONE 的維收數據表明 屏稅和後蓋稅仍然是人為故障的主要現象 當然 以上這些掉漆碎屏的困擾 也是有緩解方案的 比如我們XYZONE 的全包歸膠 絲滑保護套 哎呀 不小心打了個廣告 不過既然說到了保護 今年的蘋果新機 XS XS M 都從去年的IP67的防塵防水 升級到了IP68 也就是說 手機可以在2米的水深下待30分鐘 這是一個革命性的進步 它一舉解決了我們男同胞的一個世紀難題 假如 你有一個身高1米68的女朋友 C罩貝 這不重要 和本題無關 她和XS M同時掉進了水深2米的游泳池 這回 你應該知道就水了吧 反正 這次IP68蘋果發佈會是這麼吹的 為什麼說它吹 有種你進水保修 這裡在插播回答一個我微博後台問的最多的一個問題 手機維修後還防水嗎 手機內部結構防水的第一道關口 是由各個防水膠圈和沾膠守護的 我們通常維修換屏後 確實是會把屏幕膠貼回去 材質和官方一致 但是 畢竟是手工操作 它沒有機器那麼準確 再加上每個維修工程師按壓的力度和手藝都不一樣 所以確實沒有辦法完全做到和原機一樣的防水效果 但是 請注意 我再再再強調一次 即便是官方原配 也是防水件 不防手件 XS M 的尺寸和7 Plus 8 Plus 基本一致 這些老用戶可以無縫遷移過來 但是注意了 XS M 的重量這一顆膜 這回烤了208分 貼膜戴套後和坐在班級角落里的偏科生鎖半斤 一個水平 所以6 Plus 和 7 Plus 的用戶 還可以省下一個萬力健身器材的錢 謝祖隆恩吧 蘋果的傳統小年 外觀的部分乏善可塵 所以我們接下來說屏幕 屏幕的具體參數 大家看一下表 和 iPhone X 一樣的 458 ppi 和 iPhone X 一樣的 600 多尼特 和 iPhone X 一樣的支持 HDR 和 iPhone X 一樣的像素排列 即便是尺寸變大了 但顯示內容確實多了那麼一丟丟 這 我們又不是只看尺寸的人 有經驗的都知道 顯然是技術更重要 屏幕和外觀一樣發善可乘 就在我打算翻篇的時候 哎 還是發現了一個重要的技術點 蘋果它就是蘋果 對於供應鏈的把控和對於設計的追求 一如既往 不忘初心 大家注意看 這個開機壁紙 蘋果請了這位人兄 煞費苦心的做了這套半圓壁紙 這套壁紙充分詮釋了海菲斯精神 劉海去無蹤 全面更出眾 說相聲 講究說學逗唱 而玩手機 講的是一個摸聽猜測 既然已經摸過了 那我們就來聽一聽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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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聲音 聲音部分得益於喇叭尺寸的增大 相較去年的 iPhone X 更加飽滿立體 總結一個字 通透 而對比 AKG 和魅族也是各有千秋 之前說過 用戶選擇蘋果 除了品牌設計因素 更重要的其實是 iOS 目前為止 任憑安卓陣營如何狂堆硬件 iOS 的流暢度一跡絕成 當然 我也承認 iOS 偶爾也會砍一下 但是整體體驗用行雲流水來形容 一點都不過分 尤其我因為工作原因用了四個多月的錘子R1 小米8 華為 P20 Pro 之後 感觸更深 這次隨著新手機發佈的 iOS 12 相比較淡疼的 iOS 11 確實讓人眼前一亮 尤其是對老機型的友好程度 老用戶們真是要對蘋果感激涕淋了 當然 我有理由相信當年的降頻們 也起到了一定的鞭斥效果 老機型升級 iOS 12 的測試對比視頻 我前段時間已經放出了 大家可以微信掃碼關注 XYZone 獲取 這次 iOS 12 的系統升級 我重點講兩點一面 第一點 蘋果終於把之前 iPhone 10 上的反人類的多任務關閉 凑的邏輯感了 再也不用長按上滑關閉 改為直接上滑就可以 我始終認為好的 UI 交貨 應該盡量符合絕大多數人的第一直覺 第二點 在這個驗證碼漫天飛舞的年代 自動識別驗證碼算是一個與時俱進 入鄉隨俗的改進 估計 又有很多 Android 用戶在那裡嘲笑了 我們早就有了 而且還是自動填寫 那又怎樣 我蘋果有自己的節奏 該給的時候會給你的 只不過湊巧比 Android 慢了一點而已 重點來講一下最後的一面 捷徑 為什麼說這是一面 因為捷徑的出現 可以大幅提高 Widgets 頁面的利用效率 這個功能 我認為是這次 iOS 12 升級的最大亮面 它的前身是 Workflow 一個可以把特定操作串在一起的軟體 經過我們團隊這幾天測試把玩 略有心得 首先 它是一個以追求效率為目標的軟體 同時 也是一個對於普通小白用戶 學習成本不那麼便宜的軟體 它主要能用於提高三個場景的效率提升 一 多個操作合併到一起 你只要點一下就好 比如你晚上睡覺之前 大家都會有設置鬧鐘 勿攏模式 低電量模式 關閉網絡數據等等這樣的操作 如果你使用捷徑 只需要一步 就可以完成這所有的操作 二 類似於查詢類的輕度 App 使用 向右滑直接點擊查詢 比如你偶爾查一下快遞的單號 這裡可能會有朋友說 那我下載個 App 放在首頁不也一樣嗎 你說的沒錯 但是 在這個動輒裝幾十個甚至上百個 App 的年代 你的首屏和第二屏 是放不了所有的 App 的 如果你搞個文件加整合 你可以試一試 這絕對沒有右滑點擊來的快 它的效率提升是免去了你尋找的過程 三 快速到達 App 內的某個功能 這個場景其實蘋果早在 3D Touch 就已經在佈局了 不用進入 App 去尋找 直接重案就可以快速到達某個功能 比如重案微信 支付掃一掃 方便快捷對吧 但是這個畢竟是 App 開發者自己設定好 用戶改動的範圍太小了 比如 我的一個無聊同事 他經常要去支付寶螞蟻森林 收集能量證數 挺無聊的 他這就沒有辦法使用支付寶的 3D Touch 快速到達 這個時候 捷徑出現了 除了提升日常操作效率以外 捷徑還有一些有意思的用途 比如抽籤決定今天外賣吃什麼 這些玩法 我的同事做了一個實用捷徑分享 歸納了在一天中我們可能要用到的捷徑 大家可以微信 掃碼查看 捷徑的介紹就到這裡 但是由此帶來的操作效率的思考 卻並沒有停止 我們的羅老師一直在苦苦追求手機的操作效率 One Step Big Bang 閃電膠囊 圖釘等等 首先要說 這些功能 確確實實提升了操作效率 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老羅的效率提升貌似撞到了一面南牆 這面南牆的名字 叫習慣 在我用了4個月的阿一後 負責任的說 整體效率的提升 感受並不明顯 究其原因 首先是我個人的問題 我不是老羅口中那種極致的文字工作者 即便有繁雜的文字工作 我也都是習慣用電腦操作 其二 我的人生 還沒有到分分鐘幾百萬上下的節奏 確實沒有動力為了提升那一天下來幾十分鐘的效率 而去費力改變自己的日常操作習慣 不過 我還是很支持羅老師的 因為這個無聊的手機行業 沒了它 那就更無聊了 其實我想跟大家討論的是 習慣和效率 到底哪個才是核心的用戶體驗 這裡的區別我個人認為 就是如何找到遷就人性和強迫灌輸之間的平衡點 蘋果iOS的魅力 就是在這兩者之間找到了某種意義上的平衡 比如3D Touch 就是這麼不知不覺 讓我毫無違和的改變了操作習慣 經過這段時間的使用 我相信捷徑也會像3D Touch那樣融入到我的生活中 不過大家不要像我同事那樣 一下子搞個幾十個捷徑 那就真的失去了捷徑的意義了 這麼大篇幅聊iOS 也是情理之中 畢竟這是蘋果的看家本領 至於硬件 10nm A11 提升到了7nm A12 這是第一枚銷售的7nm芯片 不過比起華為第一枚發布的7nm芯片而言 蘋果的營銷水平還是差了一個檔次 當然 最終的營銷效果還是要看性能的實力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數據和表現吧 通過Geekbench 4.0的測試結果可以看出 得益於A12採用了極為先進的7nm工藝 單核和多核性能 分別提升了10%和7% 至於娛樂兔的跑分 XSM 則比iPhone X 提高了足足74% 當然 這個我們看看就好 知道XSM更快更強就行了 在日常的使用中不論是普通APP的打開速度 還是吃性能的大型遊戲 都能明顯感受到速度的提升 再放個機看看溫度 一舉下來不論正面還是背面的溫度 都比iPhone X高了一度 看來溫度控制這塊並沒有提升 續航方面 XSM 作為擁有iPhone 尺上最大電池的型號 再加上7nm A12 的加持 一個開源 一個節流 自然更持久 實測下來 XSM 只要不是過分的重度使用 一天撐回家 沒什麼問題 具體續航測試 大家看一下表格 蘋果這兩年一直力推 AR 現實增強 發播會上是玩的不一樂乎 但是目前 AR 現實增強還不是很現實 用戶感知度很低 就比如這個AR 尺子 專業的施工不敢用 日常的生活用不著 圖個新鮮 聊勝於無 再發展幾年看看吧 這次 A12 芯片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變化 就是 NPU 神經網絡引擎的重大改造 針對這部分 蘋果官方聲稱 已經從 A11 的雙核設計 升級為全新的 8 核設計 說這麼多 用戶端的感受最明顯的 就是 Face ID 解鎖速度變快 而且這次蘋果在 Face ID 運行了一年之後 估計看著數據比較穩定 又或者看到用戶吐槽 側躺不能解鎖 既然硬件改動不了 那就在軟件端做點改善 讓大家可以輸入兩張臉部信息 去年的 iPhone X 升級到 iOS 12 後 也可以輸入兩張面孔 至於這兩張臉怎麼用 你問問上面那個掉在水里的 1.68 C 兆杯的女朋友吧 家合萬事新吧 這次內部芯片升級調整 還有一個不知是福是貨的改動 蘋果用 Intel 的基帶 換掉了高通基帶 信號怎麼樣我先不說 首先就是為了加入 4x4 Memo 不得不在機身中框上 多了上下兩條天線 變醜了 眾所周知 在基帶領域 Intel 剛收了英飛鈴沒多久 比高通還是差了點底蘊 去年的 iPhone X 是高通基帶 但由於全面屏帶來的天線進空的減少 已經讓 iPhone X 的信號能力低人一等了 今年難道還會雪上加霜嗎 為此我們找到了國內專業的信號測試機構 摩爾實驗室 來測試 XSM 和 iPhone X 的信號收發能力 受限於篇幅和經費 我們沒有測試所有的頻段 而是挑選了國內主流的兩個 4G FDD 頻段 一個 TDD 頻段 以及一個 3G 頻段進行測試 通過摩爾實驗室的信號測量系統 我們把 XSM 和 iPhone X 分別關進這個小黑屋 手機被一個內側有多處凸起的甜甜圈包圍 這個小黑屋 可以模擬基站向手機發射不同頻段的信號 凸起部分就是用來獲取設備的 TIRS 和 TIRP 從而分析無線終端的信號接收發射能力的強弱 TIRP 在球坐標上每隔 15 度取一個測量點 一共 264 個點 TIRS 每隔 30 度取一個測量點 一共 60 個點 測試的結果總結 8 個字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說的是 XSM 的信號收發能力 確實比 iPhone X 要弱一些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沒想像中弱的那麼離譜 這就很尷尬了 網上漫天飛舞的信號差的言論 到底是誰打誰的臉 我這段時間用下來 在深圳市內 我日常去的這些地方 並沒有感受到因為信號帶給我什麼使用困擾 信號的事先用數據打底 然後實踐出真知 看看會不會重演當年 iPhone 4 的信號門 我們繼續往下說拍照 這次的 XSM 竟然沒有上三射 看來華為號召力還是不行 全球一億台的銷量都不能引領潮流 XSM 還是雙射 三星直接四射 開玩笑了 不管幾射 用戶都是要射的 我們不看數量 看智能 在日間室外大關閉場景下 當然我們把 P20 Pro 的自動 AI 場景識別關閉了 作為 HDR 的主戰場 三台手機的 HDR 功能 都被自動出發 橫向來看 我們可以很打臉的直接拋出一個結論 在這一組樣片里 兩台 iPhone 的表現 是稍好於 P20 Pro 具體表現在 藍天的色調要更正一些 藍得很舒服 而 P20 Pro 則是有肉眼可見的偏平衡的問題 暗部細節層面 XSM 要比上一代的 X有提升 同時 對於明暗的接條控制也很自然 屬於 HDR 表現中的上乘水準 今年的 XSM 把 1.2mm 的主鏡頭 終於升級到了 1.4mm 帶來的就是更好的性造比和寬容度表現 而且 廣角鏡頭更寬 等效焦距為 26 毫米 而 iPhone X 等效焦距為 28 毫米 這就意味著 可以有更廣闊的視野 今年相機的改進主要是 Smart HDR 的技術 一意思就是 在按下快門之前 提前預設了 4 張普通曝光 4 張短曝光 和 1 張長曝光的圖片 總共 9 張圖片的 HDR 合成 加上強大的 A12 Bionic 處理算法 一來大大減少快門的延遲 二來 在大光筆下 可以直接預覽 HDR 效果 也就是業內現在比較熱的長短針技術 實現起來 還是有一定技術含量的 在用戶體驗層面 也有可感知程度的提升 可以說 所見 即所得 在夕陽大光筆下 XSM 的整體光感 HDR 輸出 碾壓後兩者 既保證了較高的動態範圍 而且太陽高光位的過度 也更加柔和 令人驚嘆的是保留更多暗部系列同時 也能有很好的降噪效果 而且暗部也沒有之前看上去那麼粗糙 細膩了很多 iPhone 的逆光暈撞炫光 一直都是為人詬病 而 XSM 不僅沒有改進 反而更加嚴重 在這組室內停車場環境下 三台手機都有比較好的 HDR 效果 放大來看 室內高光 iPhone X 和 XSM 都有著不錯的壓制效果 但 P20 Pro 看起來有點失真 且白平衡偏綠 但是相比兩者 XSM 的畫面更加純淨 暗部細節也保留的更好 室外的高光 兩代 iPhone 都壓制的不錯 P20 Pro 這就有點尷尬了 自 iPhone 7 Plus 以來 人像模式一直被用戶吐槽 太實在了 一點都不了解亞洲女性用戶的拍照序程 每次拿著 iPhone X 開啟人像模式 都會情不自禁的吐槽一句 這什麼鬼啊 本來白白嫩嫩的一個妹子 卻拍的黑不溜球 但是這回 XSM 的人像模式 真的是讓我刮目相看 清晰通透的同時 在最主要的面部區域 也大幅體諒 光感很好 Smart HDR 是整體的光感非常的討好眼球 不僅膠外的高光控制的很好 而且臉部的明暗細節 處理的會更加立體 髮絲部分和暗部的細節也有所提升 在人像模式下 默認情況是 F4.5 光圈 得益於強大的 A12 Bionic 處理器 能在拍完照片後進行景深控制 支持 F1.4 到 F16 的條件 這裡我個人倒很期待這個功能 可以通過固件版本的更新 能夠支持更多的機器 在室內白赤燈下 顯然 XSM 更勝一籌 不管是人物還是背景都比較討好眼球 而 P20 Pro 則是在色溫層面 有一丟丟的騙人 建國說他最近掌鬥了 不敢用 iPhone 的前置拍照 攝影師只能被迫 GAY 一回 兩代 iPhone 都有著不錯的虛化效果 而被國人罵慘的美顏功能 得到了改善 但是 XSM 的美顏級別 仍沒有達到國人的審美標準 只能說 這套解決方案 會更適合於歐洲人 因為國人的皮膚都偏黃 審美方向應該以隔壁 P20 Pro 的粉嫩白為主 總的來說 前置雖維持在700萬像素的水平 但是成像質量 卻有了較大的提升 接下來看一組暗光下的人像 很直觀的看得出 這代 XSM 對於高光的控制 非常出色 人物的細節也得到比較好的保留 但是手上的明暗色調 沒有 P20 Pro 或許的自然 在光源比較複雜的情況下 燈光反射的高光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且色彩沒有失真 還原的比較好 整體畫面看起來比較細膩 夜間模式可以非常直觀的看出 相比上一代的 iPhone X 有很大的進步 什麼高光溢出 噪點控制 畫面純淨度 通通都得到了改善 看來蘋果這次是來真的了 對比隔壁的 P20 Pro 整體觀感的稍順於 P20 Pro 但是放大就可以看得出 色塊塗抹的很嚴重 而 XSM 無論是在暗部還是高光部分 都堅固的不錯 在燈光較為複雜的環境下 相對 iPhone X 的高光溢出 可見 XSM 有明顯的改進 注意一下凳子上的高光就能區分高下了 但是 P20 Pro 的 HDR 質感力度更猛 暗部細節優於 XSM 在這種夜間光比大的環境下 P20 Pro 發揮出了三攝的優勢 在夜景優化方面的碾壓前兩者 整體觀感 XSM 的畫面純淨度會高一些 但是在銳度方面還是弱了點 從而得出一個結論 1.4mm 的全新傳感器 加上 Smart HDR 雖然沒有 P20 Pro 的超級夜景來的 但是高光壓制和保持畫面的純淨度 也表現得非常出色 絕對的一線水準 說完拍照 再來說說視頻拍攝 以前真的很難相信 4K 60 幀會出現在手機上 為此我們特意拍了一個小短片 一起來看看吧 但是尊重呢 1.4mm 既然不會被招待 4K 60 幅度的 1.5mm 雖然很大 在地板上 小短片下 4R 8.5mm 宜然很大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看完是不是觉得肾上泄素各种泳动 下面我们和 iPhone X 对比看看 就知道提升了哪些地方了 通过对比画面可以看出 XSM的宽容度和色彩饱和度会更好 细节表现的也更加丰富 防抖效果显然也是XSM更胜一筹 说完后摄 再来看看前摄到底怎么样 这回 iPhone XS Max的前置摄像头 也是有进行了升级 个人认为更多的是有利于 那些喜欢拍Vlog的用户 总结一下其实就是三点 第一点就是在一个大光比的环境下 iPhone XS Max的前摄加入了HDR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我身后海面以及栏杆 这个细节iPhone XS Max保留的会更多一些 再来看我脸部 你看这边已经油的一塌糊涂了 这个高光部分 但是iPhone XS Max依然可以控制的非常的好 那我们再来转过来看这个身后 等一下这个角度有点丑 斜向上45度 这样是不是帅一点 好看我这个身后 iPhone X已经明显的白茫茫一片 啥都看不到了 但是iPhone XS Max可以明显看到 这边还有这个楼可以看到 那第二点其实也是Vlog用户 比较在意的一个点 就是这个收音效果 大家听我刚才说的这段话 可以比较明显的感知到 这个iPhone XS Max的收音效果呢 更加的这个饱满和立体 那第三点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这个两台手机的距离是一样的 但是呢 iPhone XS Max呢 有这个画面的裁切 那这个裁切的目的呢 个人认为更多的是出于这个防抖的考虑 那至于实际两台手机的这个防抖的效果对比呢 我走一段来试一下 好吗 通过我这刚才的一段这个路程 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 谁的这个防抖效果更牛逼了 不用说了 肯定是iPhone X SM了 相机的环节 验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 DXO的分数可以性 但别全性 不管什么分数 相机的也好 还是CPU的也霸 参考即可 最终实际效果 眼见为实 手摸为准 又到了激动人心的购买建议环节了 先来说说整体价格 这里我们奉上渠道的发货价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 太TM贵了 这里我教大家一个不贵的方法 去看看8848的手机 或者 不说了 再说就影战了 上次因为保时捷华为的事 我被知乎网友批斗的至今心有余悸 当然 那事确实是我说的不对 我再次诚恳道歉 无论原来是安卓的用户还是苹果的老旧机型用户 这次我都推荐升级新款的iPhone XS或者XSM 但是注意 个人觉得iPhone X的用户没有升级XS的必要了 港版的新iPhone价格也一并列出 比国行便宜很多 而且这次都支持电信了 XSM也支持实体双卡双待 至于保修 千万不要相信奸商们说的 港版可以随便保修 苹果的售后体系复杂 售后规则执行力度不一 看你运气了 对于那些有不错的芝麻信用分的同学 也可以考虑去我们的老朋友想换机上 用一半的价格租一台 他们最近还找了那个法际县小屋代言 上海和北京的朋友应该在地铁站都看到广告了 对了 租的时候 记得报我名字 打骨折 摸 听 测 都搞完了 那就开拆吧 这次XSM为双nano SIM 的设计 金属材质 黑色部分为防尘防水的橡胶 至于三大运营商双卡的测试结果 大家看一下表格 整机结构上 虽然还是延续了iPhone X 的三明治结构 但是开关第一步 自iPhone 5 开始都始终没变 屏幕通过底部螺丝粘胶和卡扣进行三重固定 屏幕结构和iPhone X 并无太大差异 屏幕下方的厚度实测比中间厚0.76mm 原因就在于COP的封装方式 屏幕背板上还有很多处黄色区域 配合主体部分的镀金弹片 可以将静电导致中框接地 内部结构的布局同样变化不大 肉眼可见的就是主板和喇叭BOX 的体积相比iPhone X 更大了 还是L 型的电池 说到这里我们来看看电池和主板排布方式的变化历程 起初是电池和主板不在一个平面 这种设计相对简单粗暴 带来的问题就是整机的厚度感人 像早年的iPhone 3G 或者 3GS 就是这样的设计 当轻薄成为手机设计趋势的时候 这才有了第二种 把电池和主板放在同一个平面 这种方式叫做成板 也就是电池嵌入到主板预留的空间内 但是这种设计带来的问题就是中间这段窄窄的PCB 容易受外力断裂 这一段的维修成本可不低 通过优化PCB 结构产生了第三种 你不是老断吗 我索性给你上下断开 可这种设计只能说是降低了断裂的概率而已 实际情况它还是会断 那到底怎么办呢 中间的板不要不就得了吗 这种设计也是目前安卓阵营用的最多的布局方式了 也就是三段式设计 不容易断裂的同时 还能增加电池部分的空间 从而获得更大的容量 两全其美 诶 说到这里 我突然发现 这他妈不就是蝌蚪的进化过程吗 扯远了 我们再来看从iPhone X 开始采用的L 型电池 和SLP 工艺主板的布局方式 这种结构的好处显然是可以充分利用手机的内部空间 但受限于整体结构的布局 电池容量并没有增加多少 再加上SLP 工艺带来的散热问题 目前只能寄希望于后续的软件上优化了 总的来说 iPhone XS Max 整体的拆解逻辑还是一路往常 简单来说 就是能用螺丝固定绝对不用粘胶 能用 BTB 绝对不用弹片 即使拆了那么多的iPhone 手机 我依然非常享受这种结构设计 以及美学 整机一共 33 种 65 颗螺丝 具体的螺丝分量大家可以看一下图 更多详细的拆解信息之前我也做了视频了 没看的朋友可以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XYZONE 搜索关键字获取 无论是精致的外观 流畅的系统 严谨的内部结构 还是超前的技术工艺 XSM 都是今年最值得购买的旗舰手机 没有之一 就算万元手机配个 5 瓦充电头能怎样 就算取消耳机转接头又能怎样呢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先配件不好 没关系 我们官网有快充头和快充线 一万块你都花了你还差那么几个钱吗 自从2012 年开始 库克来中国的次数已经15 次了 什么概念 自2012 年起 我特意飞回家见我妈才十次 什么是重视 这就是重视 XSM 就是为中国用户量身定制的 在各类节目访谈中也无不透露出他对中国的赞美 从硬件到软件 本地化策略扎实推进 开发布会也不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而是团伙做案 这就是库克的苹果 稳扎稳打步步为阴 节目的最后 我再聊两句对品牌黑历史的浅见 公司的发展和人的成长其实是一样的 过程中难免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 这个无可厚非 关键在于面对错误的态度 苹果的降频门 电池门等等黑事件中 我看到的是一个诚恳道歉 改正错误的品牌形象 这是一个一线品牌应有的担当 善莫答言 至于那些满口胡言死不认错的品牌 用户心中自然又敢称 自打3GS 开始 我用 iPhone 已经9 年了 每年一换 中间也有过不小心被忽悠去买安卓手机的经历 不过没几天我又回到 iPhone 的怀抱了 但我不是什么过分 只是一个比较懒惰的用户吧 我曾经说过 我不是任何一个品牌的粉丝 我只粉自己的钱包和感受 科技产品说到底是拿来用的 不是拿来供的 信而不迷是为道 这也是 XYZone 的价值观之一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 XYZone 的微博微信 也欢迎关注我的个人微博 我们下期 华为 Mate 20 再见 对了 要是大家还能去我们的微信小程序 XYZone 商城逛逛 那我们更是感激不尽 诶 你听得这出视频啊 我都可以接过你 我听接过你 可以看这个 哟 屎的饼 高兴听的 哎